哈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是真人捏脸练习 用模拟式名刺人物捏脸复刻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呢,是来自迪拜 是一位黑美人 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纯真、以家庭为重的这么一位小姐姐 那首先呢,我就选了一位皮肤比较黑的小人 来作为一个模板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 我来捏出一个我的朋友的脸型的轮廓 包括他的五官 我尽量捏得跟我的朋友越相似越好 当然就是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相似的了 因为我的模组啊,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限的 那以后呢,我希望我可以捏得越来越好 然后下载更多比较有用的模组 那我的朋友的脸型是非常完美的 是那种瓜子脸,脸其实非常的小 眼睛非常的远,非常的大 然后鼻子也是非常挺 他的鼻子是那种非常小巧的 就是往上有点微微往上翘的那种鼻子 那嘴型也是那种 比较丰满的嘴唇 但没有很大的那种 从整体上来说 我朋友的脸型是完美的 那我想把脸,就是 我想把那个眼睛捏得更加的圆一点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了 那我们就到眼影的部分吧 我觉得他平时不是那种浓妆悦魔的女生 所以我就给他脸上加一点definition 就是稍微在脸部也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和改动啊 那他也是有就是nose piercing的人 他的身材也是算作是比较丰满的吧 那我就是根据他平时穿衣的风格来设计他的一个服饰 他喜欢穿牛仔裤 在我的印象里面呢 那这件衣服呢 就是也非常相似他平时穿 他平时穿的就是比较的休闲 但一般性颜色都是以灰黑色 就是深色为主 他的头发是卷的 就是那种黑人的那种卷发 我们来选一款就是哎这一款就像他之前那个就是特别盆松的那种他从来都没有留过那种发型 那这一款呢就是梳起来那种那种就比较像他 那我们来加点首饰吧 一些项链 因为我觉得他平时是戴项链的 虽然我忘记细节就是项链的细节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再来设计一套他的服装 我们来设计一套家居服装吧 那家居服装呢我们也是要做一个比较舒适简易的那种风格 这样就会比较像他嘛像他的一个个性和选择 那脸上呢我们也加点颜色让他的脸部看上去更加有生气感 更加的生动嘛 眼睫毛是一定要加的 然后再加一点耳饰啊和项链 OK那我们的一个模拟小人的真人练习就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那希望我的朋友也看到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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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